《高雄市文化局》 首先非常感謝高雄市文化局及各位評審委員的肯定 让我们高雄市内合唱团在今年能获得杰出演艺团队的肯定 我们在地已经耕耘了21年 目前四个团各有它的特色互相的婚姻 在2002年的时候 我跟另外两位南部的老师一起成立了高雄市内合唱团 那从刚开始的时候二十几个人慢慢的发展到现在 那高市内已经变成一个大团 那其实合唱团是靠人组成的 所以陆续认同我们参加我们的人 都一直持续地给高市内能量 让我们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子的规模 其实在不同的合唱团里 都有一些不同的演绎跟展现的方式 高雄市内合唱团的一团呢 也就是我们的大团 我们的人员大概有80人左右 演唱经典作品介绍一些经典的古典音乐给听众们 那另外呢就是推广我们本土的音乐 让大家都可以互相传唱的音乐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跟目标 二团其实成立的宗旨就是希望在合唱里面 能够有一些更精进的训练 然后能够让合唱音乐做到真的很室内 然后真的很精致 那演唱的作品我们也可能可以做得比较深入一点点 然后难度也可以比较高一些些 金色时光合唱团是今年三月才成立的合唱团 它是四个合唱团里面唯一一个 不用考试 不用征选的合唱团 只要你喜欢唱歌 愿意学习 就欢迎来到这个大家庭 透过分组教学 游戏化教学 甚至带上一些身体的律动 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之下呢 能够学习节奏力 还有增加对音乐的感受力 大家好 我是刘盛贤 也是高雄市内合唱团的助团作曲家 在这几年致力把流行歌曲合唱化 精致化 艺术化 希望能够把这些我们记忆中的经典的旋律 带给我们所有爱唱歌的人 希望大家爱唱歌的朋友 一起来加入我们高雄市内合唱团 让音乐走入我们未来的人生 在我们的音乐中 以音乐来创造美好的生活 感谢观看